No smoking 大聲喊出聚菸口號 藝人台志願在聚菸大使的身分上 盡心盡力 出席台北市戒菸真聞活動 更分享自己身為過來人的經驗 把這個喝湯的時間加長 本來要抽菸的拿去喝湯 然後跟家人聊天 轉移這樣的一個注意力 那在大便的時候呢 就專心的大便 請你不要看包子 也不要抽菸 也不要幹嘛 你就是專心的大便 分享自己戰勝菸影秘訣 連舉例都要很有效果 毕竟戒菸對吸菸者而言 並非易事 全台戒菸成功率 僅僅百分之五 但可以尋求醫療院所協助 來增加成功率 無獨有偶 藝人蘇燕沛 擔任國劍署戒菸代言人 同樣用自身家庭經驗 呼籲吸菸者 為愛戒菸 真心建議 為了自己為了家人健康 還是要把菸戒掉是最好的 像我爸爸其實前幾年也是 抽菸抽到就是會咳嗽 然後開始呼吸變得很大聲 其實都會擔心 然後就有跟爸爸說 你要不要少抽點 甚至把菸戒掉 真的是有慢慢的把菸戒掉 同步亮相煙害防治宣導片 在片中飾演孝順女兒勸爸爸戒菸 而事實狀況也是如此 根據國劍書統計 五十歲以上吸菸率將近百分之十 也就是每十人就有一人吸菸 而且每四人就有一人 是暴露在家庭二手菸環境中 一人以自身影響力呼籲戒菸 就判吸菸率能逐漸下降 民視新聞中央宣理事 陳蔡明正言文謙台北採訪報導